財資大到 林潔盈 何文堅 繼續回來財資大到 我們經常說買物業 很多時候都要用物業地產代理幫忙 過去一年物業市場的交流情況相當淡靜 地產代理都說他們經營很困難 亦熬了一年 今年回來氣氛好了 大家都說衝勁好一點 我們今天請到地產代理監管局行政總裁韓遠平 Ruby 一起上來跟我們聊聊天 Hello Ruby 你好 早安 何小姐 早安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過去一年受到疫情影響 樓市交投淡靜 樓家亦都跌倒了 你自己怎樣去理解代理經營的情況 你們跟他們一年都接觸很多 其實去年香港經濟受到新冠疫情 和環球經濟影響 其實物業市場同樣面對很大的挑戰 無論成績的中數和金額 我們都見到顯著下跌 買賣合約方面其實跌了38% 而金額跌了40% 所以我們很明白代理經營是非常不容易 我們很希望樓市盡快復償 還有在逆境的時候 希望持牌人保持他們的毅力和專業 這樣才可以提升他們的競爭力 嗯 在經營代理業方面 我們聽到是不是其實在業界 2022年真的有史以來最艱難的一年 那些困境你們有什麼訊息可以收到呢 我們見到各行各業的經營環境都很差 特別是地產代理市道都不意外 我們見到其實是很寧靜的 除了聽到業界朋友說 都是做一些租任的項目之外 其實買賣都是很少 所以我們知道他們很困難 還有大家見到我們持牌人數 縱使大家有留意 過去幾個月按月有一個跌幅 但仍然不是小的數目 都有40,800多人 所以其實大家知道競爭是很大 那當中其實我們說的 接下來的趨勢你怎麼看呢 即目前現在持牌代理的人數的趨勢又是怎樣呢 其實趨勢我們一向都是很難估計的 但我們看回大家都有留意到 特別是我們1月31號 今年那個牌照的數目 其實各類都錄得下跌 包括個人的牌照 其實1月31號是跌了300個 大概是0.7% 去到4807人 那公司牌照呢 就是少了26間 那這個就是0.7%的下跌 那至於呢 反映商鋪數目的營業詳情說明書 那個數目呢 其實就跌了142間 那這裏呢就是 大概是跌幅是2% 那其實這裏的跌幅都很大 有個現象可以看到 即是說呢 可能就是商鋪因為經濟環境的關係 經營困難他們結業 也都留意到 其實大型的代理行 是減省他們的分行 很明顯的 因為去年其實市況不太好 其實都有一些 大的地產代理公司 其實他們在分行上面都整合過 香港說實都是兩大行 兩大行都其實都 管理層都紛紛表明了 真的減得就減 早上一季 那你減了舖就賤了 團隊都減少人數了 這個其實就是寒暑表 地產代理的總人數 但是監管方面 即是在那個 接受投訴又會怎樣呢 即是是不是反而少了 即是成交少了 大家知道第五波疫情 基本上發展商推盤 都沒有什麼推動 熱手市場也很安靜 去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其實都是相對比較安靜的交投 過去年整體的投訴數字 和再之前一年的比較 有沒有說哪些範疇 是特別受到關注的呢 我們看到2022年的時候 我們是開納了273宗的投訴 這個數字比起再前一年的331宗 是跌了58宗 即是18% 至於一手方面 其實跌幅很大 好像剛才Grace說 其實因為發展商推盤 都減少了 代理的活動也減少了 這裡是跌了44% 去到30宗的投訴 比較多的投訴類別 就是發出違規廣告 這裡是佔66宗的 沒有妥善處理 臨時買賣合約或者租約 這裡是52宗 其實這個數字是相約 反而就是違規廣告那裡 是錄得很大的跌幅 比起前一年的121宗 現在跌到66宗 其實下跌了45% 這個原因 其實我們也留意到 過去幾年 我們加強了 抽查網上的廣告 亦都令到地產代理公司 對有關的情況 重視了 從而得以改善 那個情況 網上廣告的違規情況 整體來說 我們都見到 是有跌幅的 其實業界自己也有些自律 有些人主張要增盤圓 假相 偷相 這些 但其實大家實際 在個案當中 看到網上的資訊 比如說聽眾 要留意什麼資訊 如果有什麼疑問 怎樣跟你聯絡 網上廣告 其實大家要特別留意 因為網上的資訊 是海量的 究竟發出廣告 怎樣篩選 以及發佈者是哪一位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廣告 有沒有地產代理公司的名稱 還有有沒有牌照號碼 或者商譜的牌照號碼 如果大家看到 一位是單獨人士的話 你又不知道他是不是地產代理 那就真的要小心 縱使你知道 或者猜他是地產代理 如果他沒有公司的名稱 其實他的廣告 是不是得到公司授權去發放 大家都要小心 這是對內容沒有保障的 一件事 當中 早前 其實就住多間大型地產代理公司 打算或有共識地 就住新盤收取某百分比的佣金 如果代理真的想設立標準佣金率 監告方面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或者事件當中有沒有立場 怎樣跟進的事件 其實我們一向都說 佣金是一個商業的商討 大家是雙方協商的 所以我們都要提醒持牌人 是不可以有共識地大家劃一收取一個佣金 或者提供劃一的優惠 因為應該是作出獨立的商業決定 否則來說 如果大家有協定或者聯手或者有共識 去傾了一個佣金出來收取客戶的話 是可能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 但是敬委會方面會不會有些指引 或者討論對於這個範疇 有一些專業行業可能都會有一些行業裡的商議 其實如何平衡到自由市場和實際的監管 其實競爭事務委員會都對這次事件表示關注 我們跟它很密切地聯繫 就此事件我們會作出更進 詳細內容我們不變在現在這個階段 稍後可以邀請你們上來看看 最新的發展是怎樣的事態發展 其實以往地監局一直富起了教育市民 提升地產代理專業操守問題 其實關於過往這幾年 其實很多人都是買境外物業 你們多番也有提醒大家要注意 要找持牌的地產代理 但是境外物業的投訴數字 我們看看剛剛你們最新公佈 都仍然有個上升 原因是為什麼 或者你們看看投訴地區 或者投訴方面的範疇 會是涉及哪幾方面的呢 我們去年2020年接到的投訴是62宗 但是這個數字比2021年的21宗大幅上升 但是再比前一年2020年的66宗差不多 其實去年我們收到的62宗涉及境外物業的投訴 有61宗涉及7個內地非住宅發展項目 這7個項目暫時都是樓花 其餘一宗涉及英國住宅物業的樓花 那一宗英國物業的樓花 其實都撤銷了投訴日 至於這61宗的話 其實佔了一半是涉及在2013年 有一個位於珠海的商場舖位項目的投訴 這是單一項目 這是單一項目 還有珠海這個項目 其實我們在2020年和2021年 合共都接獲了數十宗的投訴 那麼這個個別事件 是不是大多反應呢 即是我們消費者、投資者去構築海外物業的時候 在香港接收的資訊 或者成交過程、地產代理的角色 究竟是怎樣呢 就算是香港持牌的代理 我們應該要求提供什麼資訊為之 符合最基本的要求 我們看到這61宗的國案之中 其實絕大部分的指稱 都是各種各類的指稱 但是最主要的不滿 都源於這些樓盤爛尾的 其實特別是 有些就是 投訴人是不滿 持牌人不懂得 是中國的法律 在這裏我就要講講 其實每一個國家和地區 都有它獨特的物業概念 對物業的定義 相關的法制和慣常做法 都可以很不同 稅制都可以不同 是很不同 沒錯 而且每一個地方 其實它的規管的鬆緊 以及對買家的保障 都存在很大分別 我們就算監管局 都沒有辦法完全了解 不同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制和要求 所以很難設一套考試 或者培訓制度 或者監察的制度 去保證這些持牌人 去具備不同司法管轄區的相關知識 真是全能的 如果各個地方的法規 或者稅制都能夠療癒指掌的話 這也可能相當困難 但能不能進一步 就是可能給一些指引 給規管代理 在銷售一些海外物業當中 他們要注意的事項 或者要為消費者提供一些訊息 會的會的 其實我們研究完這個議題之後 我們發覺真是最有效的保障 就是教消費者 為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讓他們明白購買這些境外物業 面對的風險 以及衡量一下 他們自己是否可以承受到 接下來我們會研究 如何優化現有的執業指引 尤其是在發出廣告宣傳 以及提供物業資料方面 我們務求令持牌人提供服務更加專業 而消費者得到更加的保障 其實海外物業在疫情期間 因為我們出不去 香港的房子貴 有些人想著 很簡單 看看廣告 聽廣告 聽廣告 所以就買了 那他們也沒有去過 有些地方也沒有去過 其實隨著複償 可能大家會警惕一些 但是那個情況是否嚴重呢 算不算是過去幾年疫情期間的最主要新的投訴 如果我們看中數就好像很多 但如果我們看牽涉的樓盤 其實就不是很多 其實就著那61宗的國內的樓盤 其實我們紀律環議員會 都已經就著20多宗 都研究員覺得是沒有得跟進的 即是可能是一個項目已經涉及了不少的投訴 是的 所以你說是否很嚴重 就不可以從數字單看事件是嚴重 未來其實我知道地監局今年的工作重點 其中一個當然是每一年都是 都是要加強教育 一些投資者方面的教育 以及跟代理方面商談一些指引 今年其實那個重點會是怎樣 剛剛說了這個境外物業的指引 我們會優化 另外就著剛才也都大家略略談過的 就是這個競爭 怎樣可以提供良好和有效的競爭 在這方面我們就會研究發出指引給代理 另外就著著反洗錢及反恐怖分子 資金籌集的條例 是作了修改的 即那條法例已經修改了 我們接下來也會修改我們相關的指引 那這個地產代理監管局成立以來 那個行業的發展其實是否提升了 即經常要去做培訓 剛才你說有新的法例 或者新的市場環境轉變 這些持續的培訓 對於提升整個行業的質素 發揮了甚麼角色 我們是有數字的 不過今天會帶起手道 但是我們是留意到 其實是持牌代理 對現在怎樣不斷增值自己去學習 其實他們已經在這方面付出了很多力量 也看到他們很多已經參加我們的課程 即是持續進修的課程 對 持續進修的課程 所以看到他們其實很積極 還有好像商鋪加去獎章 其實這個商鋪加去獎章 是加去一些商鋪 有八成的員工 是拿到12個持續專業進修學分 包括經理 其實這個數字 我們看到已經越來越多商鋪 是拿到這個獎章 所以看到業界很積極地增值自己 目前監管局方面 財政狀況是怎樣 大家關心 今年其實預計 發展商都會很積極地部署 二手市場應該都會教去年 因為去年就太淡靜了 今年應該會稍微會了些 人手上安排或者巡查情況又是怎樣 我們一向都是告訴大家 我們是自負盈規的機構 所以我們必須要小心謹慎地理財 其實我們過去五年已經在柴灣自製了兩層的自製物業 其實原因就是我們因為自製了物業 所以我們可以大幅減低我們的租金開支 從而令到我們財政狀況是穩定的 這個動作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令到 有可能會調高排費的壓力減低 所以目前來說就沒有增加排費的壓力 有沒有調低的空間 相信也沒有了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有很多工作 我們工作有增無減的 人手方面其實也要增加 還有我們也要靈活地運用資源 其實我們的同事已經不只是做他們自己的飯 每一個同事 我們看到他的長處都要協助 就是一人多用很多時候都是 多用的 沒錯 所以務求令到事半功倍 所以開支也是很大的 我們要小心看著 那麼科技能幫助減省行政成本 有沒有用到多些科技去做考核、培訓、省減一些開支 絕對有 絕對有科技是非常重要 科技我自己覺得是不會幫我們減省人員 反而幫我們開拓更多的飯素 例如分析一下行業的運作 以及哪方面有違規 我們有什麼指標可以針對某一個情況 而從而改善我們的規管 那麼科技我們接下來 都會在這方面交多些資源 你自己看回答 即是踏入了新一年 今年地產代理監管的工作重點是怎樣 今年我們疫情應該就好一點 已經逐步復常 基本上也不會走回頭路 今年是否都可以跟隨一個行程去做工作的重點 其實今年是要加快 因為要追回過去兩年 我們拖慢了少許的工作 所以接下來這一年是極度忙碌 包括剛才說的指引也要出幾個 其實指引除了我們要製作指引 要研究行業的特質、生態等等 其實我們也要諮詢業界 也要了解一下哪些情況是他做到 哪些情況是做不到 所以這方面工作很多 另外就是政府也有很多工作想我們配合 我們也是努力去做 例如有些可以透露一下 例如好像劏房 我相信所有能夠付出一份努力的機構也好 市民也好都很關注這個議題 希望可以幫到一把 劏房裡我們最近製作了一個單章 是說回遲牌代理的職責 其實這個單章除了提遲牌代理 也都會派發去民政事務處核下的資訊中心 讓市民可以撒取 他們撒取到的時候看到裡面的內容 就知道哪些地方是需要關注 這方面配合政策 因為劏房職務館制已經出了法例 可能有些人還不太了解 也要多加了解一下 今天我們和地產代理監管閑遠平 先談到這段時間了 謝謝你 謝謝你